花莲市第四届海事生活节系列活动之一的海市集 8月28号起一连两天的晚间 是在太平洋公园树光广场热情登场 现场集结了50多摊 以无塑无痕为理念的市集活动 还有家福中心不废装置展出 以及精彩的乐团演出 为后疫情时期带来轻松又疗愈的时光 同时也要推广重视海洋环境保育的观念 花莲市第四届海事生活节系列活动之一的海市集 28号起一连两天的傍晚 是在太平洋公园树光广场举席 市长温嘉贤表示 花莲有绵长的海岸线和海的距离最接近 不过却不知道要如何保护这片海洋 花莲市公所连续四年举办了海事生活节活动 希望透过知识讲座 地景艺术创作 城市小旅行 海边野餐区 还有海市集等系列活动 透过不断的教育和活动举办 让民众可以建立海集市生活的观念 也可以更重视海洋的环境问题 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乡亲的大力支持 那也谢谢代表会 在每一年都给我们非常多的预算的一个支持 让我们海市生活节能够办到第四年 其实这个活动从一开始办到现在 已经成为一些大段冤校对于海洋教育的一个教材 所以我们希望说海洋就像我们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 海洋共同的关系其实是这么的近 那我们花莲台东特别是海洋海岸线特别特别的长 而且我们对于海洋的了解的程度也许可能不是这么这么的多 我们希望透过不断的活动不断的教育 大家看到今天的市集还有今天的演唱会 那在市前已经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 不论是小活动也好讲座也好 都有不断不断在花莲市来做主办 我们希望未来花莲的乡亲朋友们 可以替我们花莲的海岸介绍品来自花莲观光的朋友们 海市集现场有缤纷的市集摊位 欢乐的场边活动 精彩的音乐表演 还有不费装置展出 市长卫财琴表示 星期五星期六两个夜晚在现场会有精彩的市集活动 也请民众可以携带自己的环保餐具及购物袋 来逛市集 一起为爱护地球尽一份心力 更希望大家一起来推广重视海洋环境保育的观念 介入一会欢迎市报道